今天讲共同富裕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因为有人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共同富裕 你说共同富裕他就说你共同贫穷 你说共同富裕他就说你打架劫舍 你说共同富裕他就说你杀富济贫 你说共同富裕他就说你反对发展民营经济 你说共同富裕他就说你违反现阶段的路线 要搞极左搞民粹 这股风很厉害 所以我也就不大敢说 但是我是发现了有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典型 保定他党支部办合作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件事是我在验照农村报上看到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党支部办合作社共同富裕走了一条新路 我们今天大家都死丁那个热搜 热搜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 你觉得很八卦和无聊 根本就不值得谈的事 他大谈特谈 相反在我们经济生活当中 涉及到每个老百姓利益的这种共同富裕的党支部办的合作社 这么重大的题材 嫌有人报道 不少人不关心 我对他有兴趣 我把基本情况给你介绍一下 说的不对的请您批评 2023年保定市顺平县 浦阳镇 东下书村 由党支部领办 一共有五名干部发起 成立了顺平县盛泽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简单说吧 这两句话就概括了什么事了 就是说党员村民都响应 全村应用400多户 积极入社 就在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合同 具体内容 就是合作社按照美母帝 900块钱保本的这么一个价格 流转土地2100亩 然后由顺平县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就是说重粮全托管 在流转的土地上 这2100亩吗 每年种小麦 种一米各一季 每亩地每年收益盈余 一亩地啊 大概500块钱 这样的村集体年增收了20多万块钱 保定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来 这是一个典型 不光他们一家 现在保定啊 一共有3742个村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流转土地面积 一共是71.8万亩 这个不得了了 刚才讲的是一个村啊 现在整个保定市 3700多个村都这么干 那为集体增收一个多一 保定市的这个做法呢 不但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 解决了怎样种地的问题 还解决了 怎么发展集体经济的问题 不是搞产业振兴吗 不是搞组织振兴吗 保定的做法应该说 为乡村振兴走了一条新路 所以验照读书报人家报道呢 说高阳县 晋庄镇西河屯村 党支部书记 高阳县聚园土地专业合作社理事 陪着呢 河北农大的教授叫甄文超 查看小麦的情况 哎呀 一看这不错呀 咱们现在呀 很多农村都有这个情况 就是70后不愿意种 80后不会种 90后谈都不谈 人家刷抖音呢 人哪有空种地啊 会种地的50后60后 我是50后啊 还有很多60后 老喽 老腰都弯不下去了 蹲到地里起不来了 没人种地了 所以定兴县 姚村镇 新牧村 一共有900户 3000多人吧 耕地4000亩 由于零散的地 种麦子 费时费时收益少 所以不少村民 干脆 只种一茬一米 这不相当于变相气更气重了吗 大家想一大片庄稼当中 有几片地是空的 那不就相当于脑子上搬突吗 刺眼哪 很多人看着心疼啊 尤其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农民 看到这地就不种了呀 心疼啊 但是这种突的地方 不种的地方 有渐渐扩大的势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2023年初 群演高飞投艳岭啊 书记带咱往前走啊 支部书记 村支部 领导搞了一个土地专业合作社 成立了这么一个社 把散户的土地流转过来 搞集中经营 这些散户都什么人呢 说来让人感到 心里难过呀 心里发酸呢 这些散户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 种地种习惯了 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 他们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 不愿意流转 怕流转了 你们不好好种这个地呀 所以流转工作并不容易 村委会委员 他们就带着党员干部一家一家做工作 把政策掰开揉碎 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社 你老去人家里 人烦了 狗熟了 狗都不叫了 他老来 最后终于在保障农户承包权不变 跟农民承诺 土地用途不变的基础之上 304个农户入社 这样就整合出了一片土地啊 连片1700亩 入社之后 社员每年除了每亩的1000块钱固定保底 每亩还有200多块钱分红 就是有钱挣了 村民发现 入社之后有人替咱管地 汉落宝收 省劳动力 还不用咱自个干了 这比咱自个干那不是强了一点点啊 尝到天头了 于是又有70多户农民想要加入合作社 这个新木村啊 不是个别的例子 到底谁来种地呀 保定市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党员组织合作社 引导专业市场主体来运营 那是探索着走了一条不容易的路 现在全市有3700多个村 推行党支部办合作社 占全市行政村 72.5% 流转土地71.8万亩 这个机制呢 可以概括为村集体 加上农户 加上市场经营主体的利益连接机制 所有的主体都充分发挥作用了 管钱的 管技术的 管市场的 管理风险收益这几个方面都得到好处 保定现在的市委常委 在职的组织部长吴向东 他总结了一个说法 他说呀 通过土地流转 让小田变成大田 笼沟推平了 水渠天洁小路啊 铺设了低罐喷罐管网 还有呢 土壤伤情检测站也都配齐了 还有呢 多功能气象站 智能水肥一体 通过这种方式 城方连片的高标准的农田建设 让这个过去啊就一般的农田变成良田 这两天最新的数据是保定已经建成了高标准农田 539.8万亩 改造提升27.3万亩 你村党支部领导搞这个合作社 搞了以后收入比原来增加了 一个村平平常上30多万 现在增加了70多万 村集体有了钱 村里事就好办了 硬化路面啊 下水道改造呀 坑堂治理啊 等等等等 集体收入上升 老百姓困难解决不少 所以整个的保定的情况 看着都比较好 虽然挣的钱你跟城里边挣钱多的人比这钱不算啥 但是对农民集体致富来说 这是走了一条新路啊 过去啊组织不起来 心散了 公共的事没人关心了 邪气上升 政气下降 现在整个一切情况都在变好 矛盾减少了 过去城邦边界不清楚 那你少一块我多一块打架 现在都没有了 农民的幸福感也提高了 党支部说话有人听了 凝聚力不断增强了 这不是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吧 保定啊 就是赵立荣他们老家 保定人呢还比较谦虚啊 就是说我们工作还是初步的 但是呢 走了这条路 就是党支部组织专业合作社 带领农民呢 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他们认为这条路呢 目前看效果是很好的 接下来他们有更大的信息 把这条路坚定的走下去 我希望有机会到那去看看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次办的 再见